国内医疗资源吃紧 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今天就要求政府 提高约聘医生的福利 也建议了各种方案解决医院人寿短缺的问题 他提醒国盟政府这些钱不能省 还说这不是你爸爸的钱 行动党国会议员潘检伟则点出 我国的筛减量严重不足 应该制定全国筛减计划 每天筛减30万人 前首相纳吉在脸书转发 约聘医生罢工专业的照片 质问政府国立大学医院挂出新冠病房 已经爆满的横幅 是否真有歧视 政府又有什么对策 他认为人手不足是提升医疗能力最大的阻碍 政府不应该再对医生和医疗体系一毛不拔 纳吉炮轰政府无视约聘医生的诉求 就算无法将所有合约医生转正 至少应该在合约结束后 给予花红奖励 纳吉也列出多项建议 例如聘用外国医生 征召退休医生投入服务 以及在政府破车安装氧气供应设备 该装成临时救护车 应对病患激增问题 他强调 一旦国家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 那就是失败的政府 政府必须认清现实 而不是漠视严峻的疫情 他提醒政府 如今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 更何况政府花的是公帑 又不是自家私款 沉默只会让涉及的医生更加不满 与此同时 行动党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检伟 则是敦促政府制定全国筛检计划 携手各方 私人医院和诊所 工厂等等 将每天筛检人数大幅增加到至少三十万人 因为我国现在的阳性率接近百分之十 凸显筛检量严重不足 探检委提供数据说明 行管令3.0开跑第一个星期 平均每天筛检大约十一万人 确诊率百分之6.96% 接下来六个星期筛检数量明显减少 确诊率却不断上升 一直到从七月十一号开始的一个星期 筛检量才提升到每天十二万零一百六十五人 但确诊率高居百分之九点三五 远远超出世卫的百分之五门槛 攀检委指出 从数据来看 相较于行管令第一个星期 六月二十号开始的一个星期内 筛检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 无法侦测到隐藏在社区内有大量病例 导致阳性率推高 即使上个星期开始检测量回升 也只是平均上升百分之九点六而已 他强调 对针对性筛检没有意见 可是政府更像是有限筛检 如果确诊率在过去几天增长到接近百分之十 那么检测数量也应该随之增加一倍 才能有效鉴定社区感染人数